男人好不容易遇到活人 只是跟他们打个招呼 可对方不但没有回应 反而警惕地亮出了腰间的家伙 在这个丧失横行的世界末日 幸存的人类已经寥寥无几 因为食物的匮乏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变得荡然无存 阿伟一家三口为了活下去 已经在船上漂泊了两个半月 虽然待在船上的确很安全 但食物却是最大的问题 这天阿伟看到一艘废弃的游艇 于是他划着小船来到游艇上 想看看里面有没有食物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仔细用镜子查看里面的状况 确认没有任何异常后 阿伟来到了船舱里 这一次运气很不错 他找到了很多食物 这些食物足够他们在船上生活几个月 然而就在他为此感到高兴时 里面的房间里却突然传来一声响动 但阿伟并没有放在心上 提着满满的一箱食物就回到了船上 殊不知就是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 让妻子阿珍陷入了巨大的危险中 得知丈夫是在那艘侧翻的游艇上找到的食物 阿珍竟趁丈夫熟睡时 偷偷背着他来到了游艇上 而目的仅仅只是为了给丈夫找一个刮胡刀 结果房间里又传来一阵响动 阿珍顿感不妙 赶紧转身离开 只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不知过了多久 阿伟被女儿的哭声吵醒 他抱着女儿刚准备去找阿珍 就在地上发现一滩血子 一种不好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 阿伟打开厕所 看见被咬的妻子正在包扎伤口 懵逼的丈夫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阿珍拿出倒计时手环戴在手上 他这才知道妻子已经被丧尸咬了 还有48个小时 阿珍就会变成丧尸 但阿伟并没有慌张 他立马开始收拾行李 因为根据政府发放的地图 陆地上有他们设立的救助站 说不定那里有治疗病毒的办法 事不宜迟一家人随即出发 然而陆地上向叫于船上就危险很多 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好在运气不错 没走多久就找到一辆汽车 可就在阿伟给汽车加油时 阿珍却看见一只丧尸正在朝这边走来 他本想提醒阿伟 但又害怕声音会惊扰到丧尸 所以只能打开转向灯 阿伟看到后 瞬间就明白了妻子的意思 在丧尸扑过来之前 他赶紧回到车上 一脚地板油迅速离开 但开出去没多久 阿珍就发现自己的伤口上 已经布满了很多失业 这是即将变成丧尸的前兆 为了不伤害家人 阿珍想要下车离开 看到他情绪如此激动 阿伟只好把车停下 接着上前追上准备离开的妻子 阿珍知道自己的结局 他强行把妻子扶上车 为了不让他继续做傻事 还特意弄坏了门把手 就这样他们继续朝目地地出发 可开出去没多久意外 却再一次发生 一只突然出现在路中间的丧尸 让阿伟下意识地躲避 不慎发生了车祸 阿珍被一颗树枝刺穿腹部 而阿伟也因为巨大的撞击陷入昏迷 等到阿伟从昏迷中醒来 却看到车门上写着一个单词 而一旁妻子的脸上 已经布满了失业 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变异 他本想安慰一下受到惊吓的女儿 却不慎被彻底变成丧尸的妻子咬了一口 把女儿抱下车后 阿伟再一次走了回去 他不得不亲手送妻子最后一程 做完一切后 阿伟绝望地瘫坐在地 发出了愤怒与不甘的怒吼 他想过就这样跟着妻子一起离开 但为了几个月大的女儿 至少现在不能就这样放弃 于是他果断把妻子手上的手环摘下来 戴在自己的手上 调好48小时的倒计时候 阿伟再次背着女儿出发了 因为在变异之前 他必须把女儿托付给信得过的人 路上女儿不停地啼哭 他就用妻子生前用过的香水 喷洒在四周 女儿闻到熟悉的味道 立马就不哭了 然而就在这时 阿伟看见了导致他们发生车祸的罪魁祸首 可当他准备拿起树枝解决这只丧尸时 却突然出现一个女孩阻止了他 只见女孩用一块锋利的石头划破手掌 丧尸闻到血腥味后 立马就跟了上去 显然这只丧尸也是女孩非常亲近的人 他只是换一种方式 让亲人陪在自己的身边而已 随后阿伟根据地图 继续朝救助站走去 终于在天黑的时候 他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但这里跟他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 里面乌漆骂黑 根本就不像是有人的样子 可就在他到处寻找时 突然发现角落里坐着一个女人 看着阿伟手臂上的伤口 女人给他简单地进行了包扎 还告诉他这里已经不再是救助站 因为病毒的迅速蔓延 政府早就已经取消了 阿伟本想把女儿托付给女人 却又无意间看到他取下了头上的假发 他正在吃药 显然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 阿伟只好放弃这个想法 第二天一早 他就跟女人告别 背着女儿继续出发 在途中的时候 他看到很多丧尸把头埋在土里 只要从旁边经过 丧尸就会被吵醒 很快阿伟就看到一辆货车 本想看看能不能开 没想到车主就在一旁 原来是一只丧尸跟了上来 但刚刚的枪声 会引来更多的丧尸 胖哥不幸被困在了坑里 他请求阿伟帮他一把 不料话音刚落 丧尸就出现在了不远处 来不及多想 拿到胖哥的车钥匙后 阿伟立刻上车 一脚油门把胖哥救了下来 在诗群到来之前 两人开车离开了这里 随后胖哥带着阿伟 来到一个天然气站 他和他的妻子住在这里 两人的感情似乎很好 胖哥回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找到的项链送给女人 可说不知 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 胖哥刚转身离开 小美就嫌弃地把项链扔在一旁 看得阿伟也是一脸猛逼 阿伟刚坐下准备休息 胖哥就要带着他出去转转 没办法 他只好把女儿交给小美 但让他没想到 胖哥竟然是为了教他练习射击技巧 前方的笼子旁聚集了不少丧尸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们 但阿伟并没有多想 在胖哥的带领下 两人很快就解决了所有丧尸 可当他们走近一看 阿伟这才发现笼子里 竟然关着一个女孩 而这个女孩正是他之前遇见的那个 阿伟本以为可以把女儿托付给这对夫妻 可用别人的生命来玩一场游戏 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 而此时的小美在照顾女儿的时候 突然发现女儿的身上出现失业 她瞬间就明白了什么 但她并没有选择生张 而是把女儿的衣服进行清洗晾晒起来 回来的阿伟看到这一幕 也明白小美已经知道自己感染的病毒 看来跟胖哥比起来 这个女人还不错 兴许可以把女儿托付给她 到了晚上 阿伟终于做出了决定 因为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依依不舍得跟女儿告别后 阿伟独自一人来到了外面 她拿着政府发放的弹射针头 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 关键时刻小美抱着女儿突然出现 她知道阿伟的目的 也知道她已经感染了病毒 可当阿伟拜托小美一定要帮助自己的时候 小美却说自己无法照顾好女儿 原来她跟胖哥根本就不是夫妻 而她真正的丈夫 已经被胖哥害死了 如果真的为了女儿着想 就应该带着她离开这里 听到这里 再加上白天胖哥的所作所为 更加让阿伟确信胖哥的为人 看来自杀的事情得往后靠 阿伟突然想到最开始在河边遇到的那一家人 他们有两个女儿 说不定可以帮助自己 于是她决定带着两人去那里碰碰运气 可不料话音刚落 突然出现的胖哥就给了阿伟当头一闷滚 等到她醒来时 发现自己跟女孩关在了一起 可过不了多久 自己就会变成丧尸 阿伟必须想办法出去 而此时丧尸正在往这边接近 看着牢笼上挂着的肥肠 阿伟心声一记 用绳子绑起来往边上一扔 丧尸纷纷被吸引过去 在抢夺食物的时候 成功把铁门带了起来 利用这个方法 两人成功从里面逃了出来 随后马不停蹄地来到天然气站 悄悄溜进房间叫醒熟睡中的小美 接着抱起女儿准备离开 睡得跟死猪一样的胖哥并没有发现 他们就这样从房间里逃了出来 可不发生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他们刚准备上车 胖哥就扛着猎枪从房间里冲了出来 小美本想阻止胖哥开枪 但刚探出身子 就被胖哥一枪击中 眼看胖哥就要从上面追下来 阿伟也只能跑路 他们一路跑到一个山洞 终于躲过了追击 愤怒的胖哥在外面不停地叫喊 他们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好在没过多久胖哥就离开了 眼下只有等到天亮以后再离开 然而到了深夜 女孩却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 她拿起手电筒一看 发现阿伟正在舔湿湿壁上的血迹 显然她正在逐渐变得湿血 天亮以后 恢复正常的阿伟带着女儿和女孩继续赶路 但走在一棵树下的时候 女孩却停了下来 原来之前那只丧尸是女孩的父亲 而现在已经被族人杀死葬在了这棵树上 女孩给父亲完成祷告后 一行三人继续赶路 可没走多久阿伟就感到身体出现不适 此时距离彻底便一直剩下仅仅九个小时 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后 阿伟直接陷入昏迷倒在了地上 还好有女孩抱起了女儿 缓过神后 他们再一次起身前往目的地 可好不容易找到那家人 却发现男人正在给家人挖目的 走近以后才发现 原来他也被丧尸咬了 本想把女儿托付给他们 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果 男人劝阿伟也带着女儿离开这个世界 还说会给他留两颗子弹 阿伟没有犹豫立刻转身离开 刚走没多久 他就听到身后传来刺耳的枪声 男人先是开枪送走了妻子和女儿 最后是他自己 阿伟捡起男人的手枪傻坐在原地 难道真的要结束了吗 可女儿的一生爸爸 又让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女孩把女儿抱过来交给阿伟 告诉他自己的族人就在不远处 问他愿不愿意跟自己一起去 女孩的话让阿伟再次看到了希望 如果能把女儿送去他们的部落抚养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他果断答应了下来 两人随即开始出发 但在穿过一个山洞的时候 里面却聚集了不少面壁思过的丧尸 女孩说这是丧尸在睡觉 他们喜欢黑暗的地方 就像埋在土里的丧尸一样 不去惊扰他们就没事 可眼看就要穿过隧道 没想到却在即将到达出口时 看见了胖哥 而胖哥似乎也发现了什么 正缓不朝这边走来 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 阿伟把女孩和女儿安顿好后 便来到货车后面大声呼喊胖哥的名字 接着赶紧藏进尸群中 可为了找到阿伟 胖哥开始无差别击杀丧尸 但此时阿伟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眼看下一个就是自己 他果断朝胖哥开了一枪 只可惜并没有打中要害 虚弱的阿伟反而被胖哥打倒在地 而此时的胖哥又发现了车上的两个孩子 他二话不说就将女孩拽下了一顿鼓打 接着又抱起了阿伟的女儿 阿伟拖着疲惫的身体再次起身 等到他走过来时 却发现胖哥并没有伤害女儿 原来因为刚刚的枪伤 胖哥受伤严重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选择了善良 好在女孩也并无大碍 但也因为头部受伤有点神志不清 而此时的阿伟也在逐渐失去意识 他强撑着理智走了一段路程后 终于坚持不住将女儿放了下来 刚走出去几步阿伟就倒在地上 其身时失业已经布满了整个脸部 他不停地用手去擦 试图以此让自己保持清醒 看到一旁的腐肉 他甚至忍不住自己的食欲 看着一旁的女儿 阿伟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装上一点腐肉 在女孩的搀扶下继续艰难地往前走 等坚持不住的时候 阿伟立刻停下脚步 他把腐肉绑在树枝上告诉女孩 阿伟跟女儿做了最后的道别 然后把女儿背到背上 为了防止自己伤害他们 阿伟在嘴里放上牙套 双手也牢牢捆住 做完这一切后 阿伟也彻底变成了丧尸 但他依旧没有停下脚步 此时正在前方击杀丧尸的族人正准备离开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他们转身一看 就看到了无比震撼的一幕 随着眼前的迷雾慢慢散开 一个奇怪的身影赫然出现在眼前 一只丧尸背着自己的女儿和他们的族人 在腐肉的引导下不断负重前行 作为一个父亲 阿伟完成了自己最后的使命 把两个孩子救下来后 他们也送了阿伟最后一程 在电影的最后 阿伟的女儿被他们带回了部落 显然这些族人也很喜欢这个孩子 一个族人无意间在孩子的复古 发现了一个谢谢的单词 这是父亲生前留给女儿最后的爱 也是他给收养女儿的族人们所表达的谢意